今天这个视频我来评价一下小米家的风扇叫X1 没收钱啊 所以说可以放心大胆的说 我们先说缺点 从哪买的就不说了 我买了三个 第一个收到货之后 我感觉有问题 那个包装很脏 拆的时候 里边这个塑料袋感觉像是厚风的 然后里边用的时候也出现了WiFi 包括同步有一些问题 我就给退了 然后又下载买了一个 价格一直是270块钱吧 本来我想从小米官方买 但是它没货 它的原价应该是300多块钱 这款应该是2019年初的 但是现在买到的都是2022年4月份生产的 说第二个 第二个说到之后 包装直接干破了 说到之后就是破的 快递员说 它已经报过费了 您可以直接退货 这是第二个 第三个还是同样的价格 买的是一个比较完美的 也是4月份产的 包装比较完美 里面也是整整齐齐 使用起来还是没问题的 所以说追求一个完美 还是有点小挫折的 这是第一个要分享的 缺点 第二个缺点就是 说到之后 我再说到第一个的时候 发现这玩意太小了 我之前一直用风扇 我不是很爱用空调 风扇呢 我大概这些年买了不下五六个 单位也用 自己家也用了好几个 不出意外的是 都是四五年的时候坏的 各种品牌 很多品牌都用过 都是150块钱左右的 到了四五年坏 它并不是说电机不能转了 或者是有问题 电机都没问题 也能转 也能开一二三档 问题都在这个摇头上 有的是不能摇头了 有的是不能抬头了 你给它抬起来 拧结实了 它转转转的 夹机又掉回去了 所以说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可能是这个价位的 所有品牌都有这毛病 电机确实是没问题 就是这个摇头出问题 要不就是一摇头就嘎嘎响 要不就是干脆就不摇头了 不知道这个279块钱的 这个怎么样 毕竟价格比那些贵一倍 那些传统风扇 它这个大 这个风扇扇叶 好像是这个直径 是35厘米或者40厘米 我之前用的那是40厘米的 这个一收到货感觉特别小 这么小能吹得起风了吗 对它产生怀疑 另外它这个高度也有问题 之前的风扇高度 都在1米3 1米2左右 后来我查了一下 这个风扇的高度 还没有1米 是950 其实个头跟大小 后来一验证 不是什么大问题 但是第一感觉差很多 第三个缺点 可能是贵 但是毕竟价格摆在那 功能摆在那 直流变频 100多块钱 都是传统的 那下面再说说优点 首先第一个优点 就是安静 米家有很多风扇 这是算是比较老的版本 但是它的静音是非常低的 那个参数是17 一般的传统的是35 拿到手之后确实很安静 另外它有四个打 1234 还有两种模式 一个是直吹 一个是自然风 这个直吹啊 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那个风大风小 就直着吹嘛 它说是能吹14米 但我亲自测试 我也没有14米 那么长的测试 测试7,8米还是可以的 直吹 不摇头 直着吹 7,8米没问题 它里边 那个1档2档直吹的风力都很小 也没什么声音 那个3档 从3档开始 风力开始大 噪音也开始大 后来我看了一下说明书 它的第3档 其实就是普通档 那第4档呢 就是最大的 说白了 它就有两个档 一个是3档 一个是4档 我们传统意义上的 那个1档跟2档 是非常微弱的风 这是直吹模式 它还有一个是自然风模式 这用手机APP 或者是它后面的这个按钮 是可以调节的 它的自然风模式 我感觉比较适合 晚上睡觉前用一下 睡觉前省着扇扇子 把手可以解放出来 定个时 设置成自然风 而且是最小档的 一个小时自动结束 还是很凉快的 另外那个直吹4档 是它的最大风 经常用在我老婆烫头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很热 直着冲它吹 也是够用的 比150块钱左右的那种 传统风扇 风力要大 不看它小 不看它静音 还省电什么的 但是它风力 一点都不差 我不是米粉 也不是米黑 我家有一些小米的东西 包括现在录像的 这个手机就是小米10 有很多槽点 也有很多优点 我家电饭锅 也是小米的 好像是四升的 用的还不错的 用了几年了 最开始买的是小米进化器 买了两个 后来也不怎么用了 再说一个 就是它的做工和用料 确实不错 这个不对比就没有伤害 也可能我跟150块钱左右的 传统风扇做对比 虽然都是七个扇页 但是150块钱左右的 那个风扇 那个塑料 感觉很廉价 它这个好很多 不光是里边 扇页风扇 也包括外边的 这些做工 包括这个东西 柱什么的 还都不错 毕竟钱摆在那 价格也贵了一倍 这个没啥好说的 我买东西之前 喜欢新研究 很久没买风扇了 这次买小米风扇 也是纯粹体验一下 改善一下 提高一下生活品质 没想到还不错 提升到了 由此可见 我也发现了一个问题 那就是 跟你家对标的 对应的产品 对应的价格 好像没有 像 其实卖风扇的 有很多传统企业 在这我就不点名 它们也有200多块钱 300块钱的东西 咱们不说 叫什么循环扇 还有那种树的扇 那种我不是很喜欢 反正就说 这种传统的风扇 它们的 也有300块钱的 也有这种变频的 但是那个样子 特别老气 可能做工会好一点 我没买 那个样子 好像是2013年 2014年的那种感觉 这一年一直没更新 这款是2019年的 我就感觉已经很老了 毕竟现在2022年了 但是 对于我没用过 这种风扇的人来说 感觉还是 生活品位 品质 还是有一些小提升的 一是很安静 很小小 还不占空间 要风有风 要安静有安静 风要小还能小 还能APP同步 而且这些都是 比较实用的功能 真是不能以貌取人 也不能以貌取产品 行吧 就分享这么多 279块钱吧 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 符合我的预期 就这么用 好 今天这个视频 也算是有感而发 以前没发过这种 这类的视频 我就不给大家展示高度了 因为我刚收到 这个风扇的时候 我也很气愤 我说这个风扇 这个高度 还没有我的腿长 我说的是 从脚地板到 卡前上脊 这个高度 真的没有我的腿长 我的身高是1米85 那这个风扇很小 很小巧 很别致 比台式的那种 要高 它是比真正的落地扇 要矮 但是它属于落地扇 还不错 跟一个小朋友似的 好了 以上就是本次视频 全部内容 希望能帮到何位 因为我在买风扇之前 很少看到这种 用户的体验视频 都是商家的视频 或者要不就是 单纯的说好说差的 我这个视频 算是我用了几天的 一个感受吧 希望能帮到各位 欢迎关注小白的宝箱 我们下次见 拜拜